谁是人举手 国小丽这一堂数学课 顺应的底乘以高除以二 变得好有趣 她说我不理你 你们这么厉害啊 我根本不知道她在画什么 你们都知道 55岁林九丽老师 不只教数学 她还是班导师呢 看着班上同学下楼回家 但老师跟家长热线电话 没停过呢 喂 惠宇妈妈怎么了 他们现在都下去了 家长有时候都会 临时要交代什么 然后我们就是能帮的方法 投身教育长达25年 但这么多年来 无法累积年资 因为林老师 是位在法规杂缝中 求生存的代理教师 一万多个这个代理教师 一年差两个月 你自己算一算就知道 你大概用多少钱就可以补足 还是说你们每一天关心的事情 是所谓的莱猪 选举之前你随便一句话 就是几百亿几千亿花下去 教育部长到行政院长到总统 你这一整串你们都要负责 全台国中校每十位老师 就有一人是编制外的代理教师 根据法规 还分为了全职支领月薪的代理教师 以及领取一节课 三百二十元终点费 一分钟还赚不到八块钱的代课老师 以及兼任教师 这些编制外的教师 每年七月一日停聘 同年八月二十日续聘 这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不但不知心 也不具有劳保资格 等于每年被迫离职 再负职的离谱状况 一般家人都希望小朋友带五六年同学导师 可是带课老师往往就 我问其实是来带课 明年要再考一次 带预老师为了要找适合的一个工作 而有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感 而影响到他本身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心态 就我想这是值得去探讨的 带预差加上了一年一聘 衍生出的代理教师流动率高 也会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 但领导师用心教 学校还拜托他继续留下来 训练小五孩子去比赛海洋知识竞赛 击败的多是六年级参赛的学生 荣获了全新北市第四名的好成绩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国光电视台主播范凌恩 Hello everyone I'm the news anchor of国光TV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国光电视台主播陈希 有模有样的小主播比赛 大人也参加 了解极地及气候暖化的知识 但教育部现在却用玄缺代理的方式 要解决少子化将出现的超额教师问题 以新北板桥国光国小为例 六名教师缺儿 教育部只核定的两名正式教师 其他四位全要校方自行去找代理教师 连代史的国中小代理教师比例 从96学年度起逐年飙升 到了108学年度 国小代理教师的比例达到了14.5% 国中代理教师比例 也冲到了14.1% 双双创下了新高 教育部简直成了流浪老师派遣工的推手 代理教师暂时的会比过去多一些 但是呢 在耳后的年度就 学校就会看他们专长的需求 来批认正式的老师 代理教师对教育怀抱热情跟理想 却感叹身不逢时 宛如教育界的次等公民 蔡政府 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 YouTube频道